那你自己在家裡的熟悉 你去溫柔跟妳媽洗一下嗎 冬天很冷 看情況因為我媽很怕冷 而且怕她感冒 我沒有天天洗 可是最常擦澡 冬天是擦澡的 應該擦澡比較多 下半身上面就讓她家裡洗 她說是天氣不能 是天天洗啊 因為我媽就給她做一個像那種塑膠椅子 因為她 如果是妳叫她說 就是那種 我們家浴室不是很大 或是那種洗澡的那個 是一個便盆裡面的東西洗澡 因為她弄也不好弄 就說我媽是OK的 她可以做著 不要做著就是洗一洗 趕快用大毛巾擦乾 然後滷液擦一擦 衣服擦一擦 就是這樣 因為我媽媽就是 以前那家衣服 今天她自己可以洗澡 她洗很慢 她洗完又夏天又很熱 滿容大汗 我就幫她洗比較快 然後冬天 應該很怕冷啊 所以要天氣很好 白天就洗了 她說是天氣冷就洗澡 一定下半身會洗 就是洗下半身這樣 然後上面就擦一擦這樣 腳一定要泡 每天就是晚上泡腳 日泡熱和舒適也很舒服 嗯 我就是覺得我自己很 我自己啦 很固執 因為我媽媽以前在 在家的時候 她連那個冬天啊 她也是要 洗熱水 泡在早上裡面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媽媽不能每天洗澡 我心裡有一個不 我會想說 她可能不舒服 對 像我們在住院的時候 那個住院的那 我們請了二十四小時看護 二十四小時看護 就說 她這種情況 怎麼洗 我就跟她擦澡 她每天說 我一大早起來 都跟她弄得乾乾淨淨 都在床上擦澡 但是對我來說 啊 擦澡 我就心裡上很 唉呦 所以到最後 我就說 那我來跟她洗澡 我就把我媽媽放在便盆椅上 然後我就把她推進去 然後我就留在浴室 幫我媽媽抽澡 然後就看護膝在外面 等 等到 等到 嗯 差不多了 她就來看 來幫忙 擦一下澡 然後幫忙吹一個頭 然後就 因為我是覺得 我就覺得說 嗯 我 這是不是我個人上面的 太 太 太執著 所以來到這邊 我知道他們 不是每天洗澡 我就心裡在想說 嗯 我要不要 他不洗澡的時候 我要不要來幫他洗 這樣 但是我到現在還沒有採取行動 因為 我覺得好像要尊重人家 要配合人家 嗯 像我之前 我媽媽坐在婦女之家 有的就是說 他們沒有洗澡 那有的他的親家人去 還是會幫他媽媽 因為你想要去洗澡 他也洗澡間 你隨時其實都可以去 然後就會幫他媽媽洗澡 那我是覺得 就是說家屬自己去洗澡 那我是覺得 因為他們有時候是說 若是覺得還是需要 就洗澡 他可能就會去 那因為我是覺得 我媽媽 你還好沒有採啊 也沒幹嘛 也沒流汗 我是覺得說 還OK 那我是覺得說 要看他體力 因為你的體力 真的 因為我上次 在講 我講 他不是去洗澡 我做人 他也是一個 一個 也是對他人 體力上也是一個部分 所以要看他體力 挺不可以 那我是覺得說 其實他找應該是OK 因為他也沒什麼流汗 那像我媽媽之前 找的貪戶 他們是都一定會 而且他會找適當的時間 因為他知道 像我媽媽有時候要吃 要吃 要打點滴 那你就不方便 那你要做什麼 他就會說 他就會跟我講 他就不是找什麼 那我們看哪之後 就在那些媽媽 而且你要 吃飯以前 好像遲早 可能比較好 吃飽也不能遲早 就是說你那個時間要 其實他們有經驗的餐 他就會知道 我們在吃飽也要吃 他就會跟我提醒 我們等一下來媽媽吃 因為我媽很胖 我們就喔喔好 然後他就會去請客 記得說 你空腸就會稍微調高一點 因為說 應該算東一點 涼涼 他說 我一定要調高一點 然後等一下 我們弄好 我們就把他弄 回來的一個溫度 就是說細心的看 他其實他都會注意到那些細節 所以我們也很放心 他就跟我們自己配了來 你是說 不是財務 財務 你自己請 醫院裡面 因為醫院的時候 因為我媽媽那時候 他就是有癌症 他體力已經越來越不好了 而且他打點力 打百蛋白 或是打什麼 或是什麼藥 什麼藥 什麼藥 然後他就知道那個時間 一個空檔 而且那是吃飯 吃清洗衣 差澡 不然你吃飽也不能這樣 翻來翻去 因為這樣不好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或許是我運氣好 找到的看護也不錯 然後 運動也還很好 他就會都 建議說拿到直接來看 要等我媽媽先請一下 因為該去她上班的時間 對 做很久 你要先帶她進去 嗯 但是我還沒有跟她 我還沒有跟她插嘴巴 嗯